我現在跟一群自行車環島團在一起 他們將花九天的時間 騎乘九百公里環繞台灣一圈 那車友當中呢 有些人看起來非常專業 不過也有很多人跟我一樣 其實平常沒什麼機會在騎車 今天已經第三天了 會不會很累 還可以 還可以是不是 對對對 我覺得還可以 兩位是為什麼會來 就是報名我們這次的行程 我一直是我的心願 哦 因為我是在台灣生的嘛 那在美國住了四十年 這是我的心願 我也是 我現在六十歲剛退休 然後我就發現有E-Bike 又可以參加捷安特的團 超放心的 I'm from Vancouver Canada Wow so why do you travel all the way from Vancouver to Taiwan We've always been really interested to see Taiwan and experience the food and the culture and there's lots of outdoor activities to do in Taiwan 我是從馬來西亞 從馬來西亞來 這是第一次騎E-Bike 對對 感覺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感覺很輕鬆 嗯 就是 就是你上斜坡 尤其是不需要很辛苦 Effortless 對 很放鬆 那騎上坡也是比較省力 哦是省力啊 我們上坡就把大家的操作 對 非常的方便 了解 非常的方便 那你也絕對是有運動到的感覺 接下來還有六天的行程 兩位加油 OK 所以我們這一團已經 到今天是第三天了 好像有很多其他國家的夥伴 總共有六個國家 美國、日本 然後新加坡、馬來西亞 香港跟台灣人 總共來了六個國家 所以大家把來台灣騎腳踏車 變成一個特色這樣 是的 其實台灣騎單車環島一圈是非常適合的 而且台灣的風景非常的多元 你在短短的一圈裡面 你可以看到市區、老街 有山、有海 那我想這是台灣單車環島 它非常有魅力 然後很吸引國際的觀光客來 And people like me who don't have much cycling experience also ride a bicycle around Taiwan The key to this challenge is e-bike 你看我們環島 九天 九百公里 平均下來你每天要騎一百公里 這可能不是隨便普通人 都有辦法克服的障礙 但是有了e-bike之後 只要你會騎單車 你可以借助e-bike的助力 降低了整個體能的一個門檻 台灣 is the kingdom of bicycles Now the e-bike wave is sweeping the world And Taiwan continue to shine in the bicycle industry like before Hello, I'm Zheng Guo Wei In this episode of Taiwan Keywords We will visit the Cycling Research and Design Center and e-bike experts Learn more about how e-bike will change our lives 到底什麼是e-bike? 簡單來說就是用電力輔助我們踩踏板 讓我們可以騎得更輕鬆更省力的自行車 最大的差別它就是多了一個電控 電池跟馬達在上面 第一個就是電控 它可以來去操控我們所有騎乘的狀況 就在這裡面而已嗎? 對,就在這裡面 就是開機之後你可以透過自己去調整 你要的一個注意的大小 所以我可以說它就像我們腳踏車的大腦嗎? 對,可以 它就是我們腳踏車的大腦 第二個是我們的電池 現在我們看到這台車子 它的續航力都可以達到120、130以上 都是沒有問題的 就這樣簡單就拆下來了 那充電的話就從哪邊充? 大家充電其實都是從這邊 我們都會提供一個變壓器 插上去使用家裡的120 這個就可以充電 電機系統 大家習慣大家 叫它馬達 對,分成前置電機就是在前輪 後置電機就在後輪 對 我們現在的這一款是中置電機 它有中間的 對,中間的是比較流行 它整個車子的平衡度是比較高的 所以你在騎乘的過程中 它的踩踏的效率 以及馬達給你的效率 其實是這三種形態 應該是最高的 The harder we use the pedal The greater the assistance from the motor But because of the restriction of Taiwan regulations When the speed exceeds 25km per hour The motor assistance will stop 在五年前大家要騎電腐車 大家都會覺得 這是偷作品 真的嗎 真的真的 就覺得 嗯,真是好丟臉的感覺 五年前啊 覺得自己體力不夠才要騎電腐車 對,大家都會覺得 老人才要騎電腐車 但近兩三年大家在推廣的情況下 其實大家已經改變一個觀念 其實電腐車並不是只有 真的是老年人在騎的 或者是我體力不好在騎的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氧的運動 另外也可以幫助很多人 一起加入進車運動 因為我們門司很多人 就是老公在騎車 那老婆怎麼辦 他今天就可以選擇一個 電腐車醫師去做騎車 Because of the added assistance of the motor e-bike can reduce the burden of users When fully charged it can assist in cycling distance of tens of kilometers 所以整體來說 像電腐車的誕生 對於全世界的單車文化 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覺得電腐車應該是 本世紀最棒的發明 本世紀最棒的發明 真的喔 因為它其實可以幫助很多的人 加入一個自行車的運動 待會我們就騎上它 來一起感受它的一個魅力 好,來吧 據說在台灣 e-bike的開發者有一個聖杯 就是要讓一般人也能夠騎乘e-bike 從平地騎上3200公尺高的武嶺 我們今天沒有要挑戰武嶺 不過教練呢 待會要帶我挑戰附近的一個小山坡 松鼠坡 讓我體會一下騎乘e-bike的感覺 走吧 走 真的感覺好不一樣喔 所以你現在開始爬坡 你平常這一段爬坡其實就會開始了之類的 但更不可能這樣子我們在那邊講過 談笑聲風這樣子 對…更不可能 對啊 這個有一種那種外骨骼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人家都說鋼鐵人 你可以試試看最強的power的模式 一直按 一直按按到最大 喔 有了 它提供給你70牛的牛粒 然後最大它可以放大你3.5倍 就是你踩一一鍵就才可以3.5倍 而且像我現在坐的路就是20 這個人 爬這裡 我其實一般腳踏車可能只有10秒 我過去一般腳踏車我已經在牽了 不知道 那真的會讓更多人能夠 進入這個腳踏車的世界 這個閘門 我看到一個松鼠坡 中點 有看到 用牽的是小狗 我們可以用幾個 我們可以用幾個 沒有問題 到了 這邊有一個松鼠坡 團島沒騎到松鼠坡都不算 太可愛了 剛才我們騎了一段上坡路 不過因為有E-bike的輔助呢 所以其實一點都不喘 不過既然是一個科普節目 我們還是要認真的了解一下 到底騎E-bike跟騎一般的單車呢 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接下來就讓我們到自行車研究中心 來做更多的人體實驗 為了瞭解E-bike跟一般傳統的自行車 有什麼差別 我們來到台中工業區的自行車研發中心 在這裡進行著各種關於自行車的整車 零組件 還有健康科技相關的研究發展 Central Taiwan is the world's largest bicycle production base There are more than 900 bicycle-related companies in Taiwan and 80% of land are located in Taichung and Zhanghua 台灣自行車產業 大概總共有950家廠商 那從業人數大概有3萬8千多人 Within a 70km radius of this area High-end bicycle parts and accessories of all kinds are shipped from this industry cluster to worldwide 等一下我要穿戴全套的新費耗氧監測裝置 在這台模擬器上面 測試看看騎乘E-bike跟騎乘一般的自行車 在體能消耗上有什麼差別 各位準備要接受我們的終極挑戰了嗎 來啊 我們這套耗氧系統 正常一般選手大概我們會測15到20分鐘 那待會我們就先讓您體驗 先抓一個大概兩分鐘 第一次我們先做有電力輔助的方式 第二次我們就會把電力關掉 好 來吧 好 對得很緊 對對 要確保空氣沒有外洩 要吸不到空氣才正確 OK OK 好 好 可以了 我們要眉毛 有電腹的情況還蠻輕輕的 這條紫色的線就是它現在的心跳 然後紅色的線就是現在呼吸 產生了這樣那樣的變化 正常成年人來講 我算是蠻輕鬆的階段 黑色這條的話 它主要是可以用來測住 你現在身體是用什麼樣的能量來源 一般來說 因為黑色這條叫做RQ 那RQ大於1的時候 一般來講就是我們開始使用糖類 我們待會我們真的可以試試看 會不會超過意義的 OK 好 那我們就準備下一段 剛騎完有電的現在騎沒電 應該會感受非常的明顯 心跳飆起來了 135了 然後摧擾量來測試 對 感覺快要破30了 差點比兩分鐘 那現在現在目前大概150 應該接近你大概80%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運動一個能力了 三分鐘說好了 好 好 可以了 好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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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突破極限了 100 就跳突破極限 好 好 謝謝 那各位我們可以看一下 剛剛我們做完測試的結果 好 那左邊的這張圖是我們第一次 有開電動輔助的時候的那個 心跳還有攝氧量 那可以看得出來喔 心跳的話大概是到125而已 那攝氧量的話最高大概是 還也沒有超過20 那右邊的話是沒有開電動輔助的時候 可以明顯的看得出來 會高心跳已經有達到150了 所以算是有稍微有點負熱 有運動到了 對 比較高強度的運動狀態 我剛才只是短短騎了兩三分鐘 對 如果說要用這樣的 這個沒有電腐車的狀況之下環島 我覺得我是撐不下去 應該是蠻有負擔的 對 在過去幾年 在台灣的中間 中間的中間的高級的運動輔助 還繼續領著世界 中間的運動輔助 中間的運動輔助 總共有60% 傳統自行車跟電動輔助 在前年的時候就開始交差 產值由電動輔助 超過傳統自行車 現在自行車產業跟以前想像自行車產業 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現在已經變成是以e-bike為主導的一個新的產業 歐盟一個工協會它預測 電動輔助自行車會從2020年的450萬輛 成長到1700萬輛 所以幾乎成長都是電輔助車這樣 是 很多公司在台灣 都投資了 在E-Transformation 以大型公司的領域 為了設立 e-bike 平台 另外 台灣的電動輔助 也開始 進行 e-bike 比如說台大電 還有很多ICT業者 還有一部分是自行車產業 自己轉而來開發這三天系統 E-bike的外觀看似傳統的自行車 但是裡頭卻要塞入馬達、電池、電子控制系統等等 這些都是傳統的自行車所沒有的 這對台灣的腳踏車產業而言 是一個全新的領域 你這個預祖章可以看到 這裡的電池座 還有它的走線 馬達 就是在這個產線上做預祖章 對 包含我們講的夾器就是SAT 因為它走的是內走線 還有速度感應器 還有變速器 大概會做這些主要的工作 所以這個是因為 e-bike延伸出來的很多 對 對 過去可能只是很單純 只要我們講的把中軸的BB打上去 還有車手腕 最多再來就是穿線 先把變速線 然後刷車線上好就可以上 但現在多了這麼多的步驟 對 這部電池的主要是 最重要的部分 是40-60%的 製造價值 而且這些主要的主要 傳統的車廂工具 你能夠說這是一個困難的挑戰 或你能夠想起它在另一種方法 這是一種新的市場 我們需要去做一個很大的整合的動作 電池、電機、電子、顯示 這些都是原本自行車沒有的挑戰 好比說我們台灣的電子產業很發達 電機產業做得也很好 最大問題還是在於整合 這個是一個大課題 E-bike has become a battleground whether it's traditional bicycle manufacturers electric motorcycle manufacturers or the IT industry they all have their fists in the air to capture this growing market 我覺得很棒的是 其實台灣真正騎車很漂亮的地方 很多路線都是在山裡面 自從有了電輔車這個跨世代的產品之後 我們現在在台灣來講 我們在行程的開發商 完全打破我們以往的限時 突然可以開的路線就多很多的 我們現在敢帶客人上武林 不管你之前的實力如何 我們敢帶你上武林 我們敢帶你上塔塔家 我們可以帶他去繞這個旭海的叛島 完全都是因為有電輔車的一個誕生 Warn more people are realizing the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bicycles and started to use them as urban transportation and bicycle can also reduce carbon emission and air pollution E-bike may replace motorcycles become the urban landscape of Taiwan 巨大集團打造了這座自行車文化探索館 從傳統自行車的演進與發展 到最新最流行的E-bike 就是希望讓更多人了解自行車文化 E-bike改變了騎乘自行車的習慣 也改變了整個自行車產業的樣貌 2021年 E-bike 的產值呢 達到了185億美元 預估到了2028年 整個產值更將躍升到522億美元 這將帶來許多新的競爭對手 但也帶來新的機會 這是台灣自行車產業的挑戰 也是重要轉機